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食堂的午夜辩论会 智慧的火花碰撞 二,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剪刀下的电影梦 三,教室的地理探险角 世界地图上的奇幻旅程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食堂的午夜辩论会 智慧的火花碰撞 在学术的殿堂中 食堂并非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地方 它也是思想交锋 智慧碰撞的非正式战场 午夜时分 当大多数学子沉浸在梦乡 一群不眠的思想斗士们 却在食堂的一角 围坐在一张磨损的木桌旁 展开了一场关乎知识 哲学和人生的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并没有事先的预告 也没有固定的议题 它更像是一场思想的即兴演奏 有时,它可能源于一位物理系学生 对量子力学的疑惑 有时则可能是一位文学系学生 对某个诗句的解读 不管是科学的严谨推理 还是文学的深邃寓意 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舞台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历史系学生 正激昂地论述着 罗马帝国的兴衰 而对面 一个戴着眼镜的哲学系学生 则用尼采的观点来反驳 声称历史的循环并非必然 而是人类意志力的体现 旁边 一个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 正在啃着冷掉的披萨 他抬起头 用一种看似与世无争的语气 提出了一个关于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让整个讨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这些辩论者们 他们的武器是知识 盔甲是逻辑 而他们的战场 则是这个充满油烟味 和咖啡香的食堂 他们的辩论不求结果 只求过程中的那份思考的快乐 和认知的碰撞 他们或许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但最终总能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因为他们知道 这场辩论不过是 求知路上的一次愉快的旅行 而食堂的午夜辩论会 也成为了校园里 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他见证了无数智慧的火花 在夜深人静时刻的碰撞 这里没有成绩的压力 没有教授的目光 只有纯粹的好奇心 和对知识的渴望 在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教授 每个人都可以是学生 而每一次的辩论 都是对这个世界 无尽探索的一部分 所以 如果某个午夜 你在校园中漫步 被食堂传来的激烈讨论声 所吸引 不妨走进去 加入这场智慧的盛宴 你或许会发现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辩论 其实正是我们人类 文明进步的缩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剪刀下的电影梦 各位电影爱好者 历史迷和宿舍里的夜猫子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 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这不仅仅是一张纸 这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 更是一次剪刀下的 电影梦想之旅 想象一下 在数字化 互联网盛行的今天 有一群大学生 他们不满足于 小屏幕上的流媒体观影体验 他们渴望复古 渴望实体 渴望那种 集体在昏暗灯光下 观看大荧幕的感觉 于是 他们在宿舍楼里 组织起了自己的小型电影院 而入场券 就是那些用剪刀和纸张 精心制作的手工电影票 这些电影票 可能不像 你在商业影院看到的那样 光鲜亮丽 他们没有条形码 没有迅酷的图案 甚至连打印机 都不一定有份参与 但是 每一张手工电影票 都承载着制作者的心血 和对电影的热爱 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纸片 上面写着电影的名字 放映时间和座位号 但每一剪 每一画 每一写 都是对电影文化的一次致敬 这些手工电影票 背后的故事 更是丰富多彩 有的可能是因为 宿舍楼的投影仪 是某位电影专业学生的 私人珍藏 他决定在周末夜晚 与大家分享他的收藏 有的可能是一群朋友 在期末考试后的解压活动 他们决定放映一部经典老片 让大家在忙碌学期后 放松心情 无论是哪种情况 这些手工电影票 都是一次次 小新文化盛宴的见证 而幽默的是 这些手工电影票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技术故障 比如 有人在写放映时间时 不小心写错了 导致观众们集体迟到 或者有人 在制作座位号时过于自信 结果座位号重复 两位观众不得不及 在同一个座位上观影 这些小插曲 反而成为了宿舍电影业的趣事 让人们在回忆起来时 灰心一笑 总之 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不仅仅是一张入场券 它是一种情怀 一种对电影的热爱 一种对集体活动的向往 在剪刀和纸张下诞生的 不仅是电影票 还有我们对电影 最纯粹的梦想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让我们不忘初心 偶尔也回归到 那个简单而美好的时光 享受一场手工制作的 电影盛宴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室的地理探险脚 世界地图上的奇幻旅程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将踏上一场 非凡的旅程 一场只需动动 你们好奇的大脑 和犀利的双眼 就能环游世界的奇妙探险 请紧跟我 我们的地理探险脚 即将启程 首先 我们来到了世界地图的边缘 也就是那些 你们在平时的课本里 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 你看 这里有个小岛 叫做图瓦炉 它小的几乎在地图上 不见踪影 但别小看它 图瓦炉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传说中 这里的居民 是由天空中的星星变成的 每当夜幕降临 他们就会与星星对话 分享彼此的秘密 当然 这只是传说 但不得不说 图瓦炉的星空 确实美得令人屏息 接下来 我们向西飞行 来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带 在这里 有一条看似频繁的河流 多脑河 它流经多个国家 见证了无数历史的变迁 如果多脑河会说话 它可能会告诉你 关于罗马帝国的辉煌 或者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但如果你问它最难忘的事情 它可能会羞涩地提起 有一次 一位游客不小心 把冰淇淋掉进了河里 从此多脑河 就流传着一股淡淡的香草味 现在 我们跳过大西洋 来到了美洲大陆 在这里 有一个国家的形状 像集了一只坐着的狗 这就是巴西 巴西不仅形状有趣 它还是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 热带雨林亚马逊 也有狂欢节上 热情奔放的桑巴舞 如果你在地图上仔细寻找 可能还会发现 隐藏在亚马逊 深处的那个秘密舞台 传说中 只有真正的探险家 才能找到它 并且跳一只真正的桑巴舞 最后 我们飞越太平洋 抵达遥远的大洋洲 在这里 有一个国家 它的名字叫做新西兰 也被称为中土世界 这不仅仅是因为 指环王在这里取景 更因为新西兰的自然风光 就像是从奇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会说话的树木 和喷火的山脉 当然 这些都是电影特效 但谁能说 在我们的想象中 这些奇迹不是真的存在呢 好了 我们的地理探险角之旅 就到这里结束了 虽然我们只是在教室里 通过一张地图 进行了一次虚拟的旅行 但我希望你们的心灵 已经跟随着我的话语 飞越了山川湖海 体验了不同文化的魅力 记住 地图上的每一点 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下次再见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潜入海底 去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呢 总结一下 食堂的午夜辩论会 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和教室的地理探险角 这些校园里的小角落 都隐藏着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 每一个地方 都呈现出了学生们 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文化的热爱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思考 交流和探索的平台 食堂的午夜辩论会是一个 思想碰撞的场所 让人们以开放的心态 来探讨各种话题 在这个辩论会中 我们看到了学子们的热情 和对知识的追求 他们用自己的思维和观点 与他人交流 从而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这种辩论不仅是学术的较量 更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宿舍楼的手工电影票 展示了学生们对电影的热爱 和对集体活动的渴望 这些手工制作的电影票 不仅是一张入场券 更是一种情怀 和对电影文化的尊重 通过这些电影之夜 学生们可以一起分享喜爱的电影 感受到大荧幕的魅力 同时也加深了 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互动 教室的地理探险角 则让学生们通过地图 去探索世界的奇妙之处 这个地理探险角 不仅带给了学生们 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让他们了解到 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文化和历史 这种探险 不仅是一次虚拟的旅行 更是一次心灵的冒险 让学生们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和更深刻的思考 在这些活动中 学生们不仅能够获得知识 还可以培养批判思维和表达能力 同时也增加了 校园生活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激发创造力 最后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活动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